全港首個網上知識產權交易平台 香港聯合知識產權交易所日前正式啟動 香港聯合知識產權交易所有限公司主席及首席執行官楊子鐵 執行董事及首席營運官彭學高 執行董事及首席知識官潘錦泉 在二百多個嘉賓面前為該公司主持了一名羅儀式 業界對於新平台的啟動普遍都有正面的回應 香港創意產業及科技創新委員會主席方文興表示 該平台有助更多的人認識知識產權 並且作穩定的發展 如果你有一個好的IP 沒有人知道你的IP是好的 即是等於不好 如果你有一個好的IP 沒有人欣賞你好 亦都是等於不好 平台就是給你一個好平台 讓你知道 這件事好 很多人要點去 很多人都要看去 好像view 很多人都like 很多人看去 那你就會值錢 這件事我覺得非常好 我們香港現在唯一的我覺得一定是搞好文化 教育那方面 因為文化就會創意 創意都不行的 因為創意餓死的 創意變成產業 平台就將這件事由創意幫他托上去變成產業 首個知識產權交易平台 除了可以提供給業界使用之外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院長郭契興表示 該平台可以吸引更多年青人認識知識產權 從而達到教育下一代的效果 其實這個很重要 因為現在我們很多的隊長都是年青人 現在年青人都在網上做很多事 無論是網上的交易、團購 他們覺得最重要是三件事 要快、要容易和要符合他們的個性發展 而網上的知識產權交易 就是能夠符合這三方面的要求 我覺得對年青人來說 這方面是很有吸引力的